书院为何在唐国身份显赫 为什么说夫子虽然一生出手次数 屈指可数 但却从来没有输过 书接上门 在那名道人的带领下 荒人经国多年的繁衍生息 已经有了僻逆天下的实力 他们挥军南下 西陵神殿对他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就在他们即将踏足大唐境内时 夫子去找那个道人和他打了一架 夫子说 自己虽不像柯浩然那样喜欢打架 一生中打架的次数也不多 但从来没有输过 唐国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荒人帝国 这让西陵神殿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国度的地位 默许了他的特殊性 而俗世诸国受唐国影响 唐国也开始修订律法 道门和修行宗派 渐渐把更多的权力交还到普通人的手中 李姓皇帝也很争气 他擅长谋略军事指挥 唐国很快就变得繁荣富强 只不过普通人会老 老了之后很容易犯糊涂 有时候会和夫子的想法抵触 夫子为了避免践踏 便干脆在书院里读书 这也就是唐国书院的由来 再后来 李皇帝实在是糊涂的有些厉害 不知道从哪里听的闲话 说想长生不死 便需要吃夫子的肉 仍然浩天要吃夫子 夫子都不让吃 更何况是李皇帝 就在李皇帝动手前 夫子先一步进入皇宫 把他给杀了 为了避免冲到傅哲 夫子规定 以后所有李唐皇帝 都要先接受夫子教导 然后才能继任为帝 慢慢的 这也就是书院在大唐的地位 超然的原因 从俗世中解脱出来后 夫子把自己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破解浩天密码身上 他曾在极北黑海上 造过一只巨轮 等浩天来吃自己时 夫子就能跑到黑海的巨轮上 后来夫子的实力 与境界越来越高 他对浩天的规则越发好奇 渐渐的从被动躲避 便成了主动探索 夫子为了知道天有多高 曾垂直向上飞了三十多年 他为了寻找冥王 去找冥界 后来他认定 既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冥界 也就没有冥王 江夜中的夫子 是如何收科好人为师弟的 书接上文 夫子对永夜的探索越深 疑惑也就越大 后来他踏破了几百双鞋 找到永夜的幸存者 九徒和屠夫 九徒屠夫不肯说 夫子就跟两人打了一架 结果毫无疑问是夫子赢了 但九徒和屠夫 就不跟听夫子的 又过了几百年 夫子碰到了一个 叫科浩然的年轻人 顿时眼前一亮 夫子心想 我的资质太过普通 所以想不出来 站上浩天的方法 他的资质远胜于我 如果接受我的悉心培养 那么真的有可能完成夙愿 于是夫子就提出 要收科浩然为弟子 不曾想被科浩然当面拒绝 科浩然说 夫子没有资格 收他当学生 夫子便问他 那我都没有资格 世间还有谁有资格 当你老师 科浩然答道 世间本来就没有人 有资格当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只能是我自己 夫子最开始还有些不悦 后来一想也对呀 夫子不一样也是自学成才嘛 但夫子还是想让他少在修道路上 少走些弯路 所以说要带时收徒 科浩然问我们的老师是谁 夫子说我们没有老师 他才同意 夫子收科浩然的主要目的 是想让他在修行之路上 少走一些弯路 那和科浩然的天赋太过逆天 他走的太快 甚至差点要飞起来 科浩然的境界提升的太快 让夫子奄奄感觉到不安 于是他开始继续周游世间 在一个小镇上看见李曼曼 后来又收了君墨 不久 科浩然闯荡世间灭了魔宗 以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成长着 在击败西陵长教和灌主后 他终于体会到了与夫子一样的苦恼 对这片天空产生了相同的疑问 于是他决定去和浩天战上一场 夫子得之后很反对 告诉他你不可能打赢浩天 他却说不打一场 怎么知道能不能打赢呢 师兄 这种事情当然要先打了再说 然后他就拔剑上天 然后就死了 江夜中的夫子是如何收了13名弟子的书接上文 科浩然原本是夫子的全部希望 因此科浩然的死让夫子变得暴怒 他亲上西陵桃山斩进满山桃花 轻松击败了只手冠冠主 与玄空寺讲经首作 在那之后 夫子以仁义教曼曼 以礼法教君墨 他把全部的精神放在教李曼曼和君墨身上 他们学得很好 但夫子认为他们都在学自己 就算学得再好 也只能是第二个自己 或者第二个柯浩然 想要战胜浩天 希望并不是太大 便是魔宗最后一任宗主 林墓的修行与众不同 但同样还是在浩天的修行世界之内 于是夫子开始思考别的可能 在世间寻找各个领域最天才的人 让他们回书院学习 比如书院的五先生宋谦 比如王池 但这一次 夫子不再试图让他们在修行道路上辛苦的攀爬 而是任由他们自行研究爱好 试图在那些数字与线条的世界里 寻找打破浩天世界的方法 后来夫子想到自己一生修行的起点便是道门 于是夫子的目光又重新落在了道门之上 陈皮便是道门不出世的天才 拥有道门最美好的品质 所以夫子选择收了他 可惜时间还是太短了些 夫子的这些尝试不见得能够成功 不过还好他遇见了宁缺 很多年前 魏光明在桃山上看到长安城里有一个生而知之的小男孩 夫子自然也看到了 魏光明认为宁缺是冥王之子 但夫子不这样认为 夫子曾经找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依然没有找到冥界 那既然没有冥界 那世间就没有冥王 这是夫子的结论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那个孩子太普通了 后来夫子也是眼睁睁的看着宁缺进入唐国 登上二层楼 夫子选择宁缺为关门弟子 最重要的原因是 夫子看不懂他 松河楼是夫子与宁缺第一次相遇 宁缺久后跟夫子说起了月亮 结果引来了夫子的侧目 但夫子还是不太愿意相信 世间怎能有生而知之的人呢 很约